这节课咱们就来讲一下怎么样用这个Pandas库 创建出来一个最基本的时间序列 首先还是需要把我们所依赖的库 这个Pandas还有Nampi现在导进来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就是时间序列大概分成几种呢 这里给大家列了三个最常见的时间序列 第一个是一个时间戳 时间戳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具体到时间的某一个点 比如说现在咱们的2017年的7月19号10点11分的第35秒 那么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吧 在过去当中发生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只关注于那么一个点 这个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周期和时间间隔 这两个都比较好理解 下面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咱们的一个数据 随时间变化的一个情况 咱们要分析的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咱们这个数据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要挖掘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一课咱们还涉及不到分析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当我们想用Pandas创建出来一个时间序列 我们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一个函数有一个DataRange 这个DataRange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想创建的是一个 从一个2016年然后7月1号开始 一直到7月10号截止 那我想创建出来这么10天的数据该怎么办呢 咱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里首先我指定了Pandas 然后DataRange 里边我可以传进来一系列参数 咱们先来看就是说 这里边你既可以传进来一个起始时间 到终止时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间隔 你也可以传进纸传进来一个起始时间 然后你说就是说在这个起始时间上 你要是增加多少个周期 比如说现在我是以2016年的7月1号为起始日期 然后在这里我指定了一个时 相当于是我接下来要做这样10个周期 或者说做这样10个数据出来 Frequency咱们的一个频率 就是说你从7月1号开始 你是按天的往上去加 还是按小时 还是按周 还是按月 这个需要你指定好 比如说现在我想说从7月1号开始 然后一天往一天上去加 咱们先来看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17年的7月1日 然后7月2日 7月3日 7月4日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7月10日吧 那这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频率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时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你造多少个数据 要造的一个周期是多长 那么这个频率需要我们指定一些东西 比如说现在这个D指定的是一个Day 相当于是以天为单位往上增加 那么也可以进行改变 我们来看 当我指定成一个M 会不会发生一个变化呢 我再来重新的执行一下 指定成一个M之后 我们来看 一开始是咱们的一个 一开始变成了一个7月31日 然后7月31日之后 然后8月31日 9月30日 10月31日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的一个周期 是按照一个月往上增加 那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下 我换成一个hour 换成一个h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7月1日的一个0点 然后1点 2点 3点 一直到9点 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些我们的一个频率 然后在下面会给大家注释一个表 就是说所有的科选项到时候都给大家注释起来了 常用的就是这些咱们的一个天 月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时 那这里比如说我想指定天的时候 我不想一天一天去增加 我想三天三天又增加 可不可以 那我指定一个3D 我再来看一下 3D的一个结果 7月1日 7月4日 7月7日吧 也就是说当我们指定一个频率的时候 不光可以指定你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你还可以指定它的一个倍数是多大 指定一个3D 表示着咱们三天 那3M是不是表示三个月呢 3H就是表示着三个小时 这里这些是我们可以指定的一个量 然后这里一会儿我们还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不光指定一个起始时间 我们也可以指定这样一个从哪年到哪月的一个截止 我们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把起始日间把终止日期都写好了 然后你不写这样一个周期 你写这样一个频率也是可以的 那写这个时间我们有几种写的方式 比如说现在我是这样的一种时间数据方式 那么假设说我换一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现在我用这种方式 中间我用一个英文的缩写 能不能做出来呢 我们来看 也是可以把这个时间读进来的吧 然后这块我们再来看 就是当我们用这个杠的时候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它是7月1号呢 还是1月7号啊 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是什么 它是7月1号吧 第一个表示个月份 第二个表示日 最后表示年 那我再来换一下 那这个呢 这个表示什么 那这个表示这不就是1月7号吗 我们执行一下啊 这是一个1月7号 我们的时间啊 写的方法有好多种 这些方法都是可以把这个时间啊 执行出来的 这里给大家注视了几种 这种时间啊 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日期啊 然后给它写出来 然后结果它都是一致的 都是Pandas啊 这样的一个类型的 那当我们指定一个时间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想造一个数据的时候啊 这里我用了一个Pandas的一个series 相当于啊造了这样一个局部的数据 在这个数据当中啊 用Numpay啊 随机的帮我指定出来一些值 并且呢 我指定了啊 咱们的一个Dex值 Dex值等于什么 等于我的一个时间吧 我们来看 这里啊 我传进来的就是我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量吧 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我没有传进来什么 我没有传进来的是啊 咱们的一个就是这个啊 就是没有传进来 就是咱们的一个叫什么啊 frequency 就是咱们的一个频率吧 那这里啊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传进来一个频率 它默认的一种情况 它的频率啊 就是一个D 就是说它默认是一个天 然后呢 我写上它的一个周期是等于20的 有一个起始时间 这样啊 我就把我的一个数据给它做出来了 我们可以啊 拿我们的一个时间 当成我的一个索引 在series当中啊 我是不是指定了索引 就是为我当前的一个日期啊 那指定索引有什么好处啊 咱们来看 好 咱们先不看过率 先看索引啊 指定完索引之后啊 是不是说 我通过我的一个时间 我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的一个时间啊 就把我的一个数据拿转了 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切片 把我这样两个时间的一个间隔拿出来 这里呢 就是说啊 我们可以通过 指定索引 然后去通过时间啊 把数据拿到手 然后呢 这块啊 就是当我们不想指定一个时间的一个间隔 或者说你想就是做出来多少个时间 我们也可以啊 在这里就是指定一个起始时间 然后还有个终止时间 在这里呢 在书上咱们的一个频率 这样它就会从你的一个起始时间到终止时间之间啊 把这个数据给它做出来 这个做数据啊 一般情况下 当我们再去画图啊 或者说是在进行一个统计分析的时候啊 经常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时间的格式来对数据啊 进行一个分析的 那下面啊 那下面啊就是说我们关于这个frequency啊 咱们的刚才不是写了这个m吗 它里边有哪些可选的值呢 我们来看 首先啊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d h还有m吧 咱们一天啊 一小时啊 还有咱们可以工作日啊 一分啊 秒啊 毫秒都是可以的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季度的一些啊 什么或者是每个月份啊 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第一个工作日等等 这里呢有很多指标啊 就是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个表 大家感兴趣啊 可以把表当中啊 每一个值都给它来进行一个尝试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过滤的操作啊 就是在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一个before值啊 比如说现在我做了一个时间 它是2016年1月1日到2016年的1月20日 在这里我写了一个before值 相当于什么 嗯 相当于它是过滤 就是说 嗯 不是说啊 咱们取的是1月10号之前的 而是说我1月10号之前的都不要了 相当于啊 这个过滤 我们来看 原来是有1月1号到20号的吧 我写了一个before2016-1-10 那是不是10号之前的就都没有了 那现在的数据只有10到20的 你还可以写个after after相当于什么 就是1月10号之后的 我就都不要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过滤 那现在保留下来的是 只有1月1号到1月10号的一个数据吧 我们也可以啊 对数据进行一个选择 你使用切片 使用咱们的过滤啊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时间戳啊 在时间戳上 比如说我们用tipandas 指定出来这样一个时间戳 时间戳里啊 你可以指定啊 固定到它的一个就是单位值 比如说现在我指定一个天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它会固定啊 咱们的一个秒数 就是hour和咱们的一个分钟 还有咱们的一个秒数都是0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具体的给它指定起来啊 这些值啊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往里加的 还可以指定啊我们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区间 比如说呃 16年的1月份或者16年的1月1号 这些啊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指定的 呃 还可以指定啊咱们的一个offset offset的意思啊 就是说嗯 我们对时间也可以进行一个加减 我们指定啊 这样一个time delta time delta相当于是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偏移量了 嗯 偏移量 比如说现在呢 我指定出来一个时间啊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 我说啊 它就是一天 就是一个写上一个一day 一day是什么 就是咱们的一个24小时嘛 相当于 然后呢 我对于一个就是时间周期啊 比如说1月1号的10点10分 我让它可以进行一个加法啊 咱们的时间可以进行一个计算的 让它啊 加上这样一day我们来看 加上一day之后啊 它就变成了一个1月2号吧 那不光我们可以加一day 我们可以加上很多其他值 加上其他值之后啊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果值 然后呢 如果说啊 你想用这个frequency啊 进行指示的时候 嗯 不光比如说咱们这样的 每25小时进行一个基数 你可以写一个25h 或者说啊 你就是写的更通俗一些 你可以写一个edh 相当于啊 一天一小时 这样呢 我们都是可以把这个数据啊 造出来啊 它的长相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啊 刚才大家说过了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一个缩影 用缩影啊 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种格式的 那这些啊 就是说啊 我们用这个 用我们的一个pandas啊 可以很轻松的啊 帮我们把咱们的一个时间类型 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给它做出来 然后呢 我的一个时间初啊 和我们的一个周期 还可以进行转换 这个等到时候 用到时候啊 咱们再说 就是有这样一个函数啊 叫做一个 用我们的 首先创建一个时钻时间戳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可以把咱们的一个时间戳啊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时间周期 这个暂时还用不上啊 然后在我们的时间周期啊 和时间戳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指定的是 当前的一个就是 当前是一个时间周期 那我指定的一个 所以是一个切片啊 在这个8点30到11点45 那它啊会包含这个8点吧 因为这个8点呢 也是在我的一个 这个时间的一个周期当中 但是呢 如果说你用这个时间戳来说啊 它就不会了 因为8点是不在我这个具体的时间的 某一点当中 这块是有一点区别啊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等之后啊 咱们再用到时间的数据的时候啊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嗯 这个课其实啊 主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咱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时间数据啊 先给它做出来 以及呢 咱们怎么样用这个频数 还有这样一个 其实为啥控制着 我们的数据的一个生成的样子啊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最基本的 怎么样去构造一个时间的数据